大家好, 我是Data 華強北九方商場有多一個亮點, 就是它開了一間小米之家 一直以來, 我們去深圳的小米之家比較麻煩 中心城的小米之家太小, 新城市廣場的小米之家附近沒有什麼看 其他小米之家比較遠,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不是很方便 終於在9月21日, 華強北九方商場開了一間新的小米之家 我們有一間又就腳又夠大的小米之家 作為最新的分店, 九方店是深圳市首間真正意義上的小米之家3.0 它的特點是一個開放式購物體驗, 大家不用去收銀處付錢 只需要找任何一位職員幫手, 通過支付寶, 微信支付 轉賬給小米之家, 就完成這個付錢的過程 省了很多排隊磅水的時間 其實在萬丈天地的小米旗艦店已經有這個功能 我訪問那位職員, 他在旗艦店轉過來 他協助其他新的同事了解這個運作模式 另一個小米之家3.0的特點, 就是一個場景式的佈置 例如好似這張電腦桌, 它會佈置到同書房一樣 暫時來說就是一個小事牛刀, 相信好快小米之家會佈置一個智能家居 大家可以更直觀了解, 不同智能家居產品是如何協調運作 其實以前我也有聽過, 小米的智能家居可以透過小米手機GPS 知道用家的位置, 從而決定開關智能產品 例如知道用家差不多回到家, 智能家居就會開了冷氣 或者開了電飯煲哩, 家庭電器 小米之家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通過人工智能協助客人買東西 其實小米的AI音箱已經可以解答到很簡單的問題 例如小米電池多少錢, 它有什麼賣點等等 可惜AI音箱在更多時候問非所答, 令到人提笑皆非 雖然如此, 但我相信人工智能幫客人買東西, 未來依然好有前景 如果大家去開深圳小米之家, 就要留意這部小米平板4家 香港短期內未必會推出, 小米第一次推出10吋平板 比起其他牌子的10吋平板窄身一點, 感覺上輕巧一點 去到深圳小米之家, 我又特別喜歡看小米電視 因為每次見到, 都覺得是好底下 小米電視4S, 曲面55吋, 都不用3000元 小米電視4, 75吋, 就9000元就搞定 可惜的是好難運回香港, 運輸費用都好貴 而且內置小米盒子會廢了一半功能, 所以得個體字 除了小米之家, 華近北還有一間OPPO超級旗艦店 其實OPPO超級旗艦店在8月10號已經開了一張 但我覺得單行介紹這間旗艦店, 有事不夠料 所以今集一次過介紹兩間手機銷售店 華強北這間OPPO超級旗艦店, 其實就是全球第二間超級旗艦店 除了OPPO大本營上海, 第二間開在中國第一商業街, 華強北 它的位置就是貿易百貨的對面 旗艦店的主要作用不是賣手機, 而是建立自己品牌形象 希望令客人有一個良好印象 店內有好多互動裝置, 大家試用裝置時, 就會見到互動效果 例如大家在視聽場時聽歌, 就會見到呼吸燈和長身會作出相對變化 當大家參觀旗艦店, 基本上不會有職員干預你 因為他們堅持不打擾的理念, 讓客人可以自由自在參觀旗艦店 店內放了好多大量過時的電子產品, 例如PS, PS2, 超音, CD機, MD機等等 設計師張聲表示, 希望將有歷史價值的產品放在旗艦店 不過我見不到任何一件Apple的產品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就是旗艦店內安裝了好多人念識別的攝錄鏡頭 用意分析客流情況, 去改善陳列品和工作人員的表現 二樓有一間好有Style維修中心, 有幾件微縮景的展品 相當有欣賞價值 華強北近年景點已經很豐富, 現在又加了兩個, 感上天花 令大家更有理由去華強北玩一日半日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段片係有用的話,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留言和Share比朋友 多謝各位